这是迄今为止拍摄的秦省皇陵最早一张照片 彼时的风土堆上光秃秃一片 其十二万人修了三十九年 地宫内水银为海 玉石坐顶 成千上万的兵马俑军阵 日夜守卫 这就是司马迁笔下的秦皇陵 然而两千多年过去了 西方考古界一直对其持质疑态度 因为即使在二十一世纪 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 也很难还原文献中的描述 尤其是再加上这张寸草不生的图片 不免有些让人怀疑 秦皇陵里的奢华景象 很有可能是古人虚构的 然而在最新的一次考古探测中 却有了惊天大发现 借助三地立体技术 地宫内的样貌一一浮现在电脑上 彼时众人才明白 不是司马迁记载的太夸张了 而是我们太小看老祖宗了 原来地表上 这座几十层楼高的风土堆像 竟然埋着一座九层楼阁 最高处摆的正是秦始皇 嬴政的官果 顺着大门往里走 映入眼帘的 只森然有序的兵马俑方阵 他们一个个手持利刃 威风凛凛 散发的虎狼之气令人胆寒 两千年前 就是他们横扫六国 荡平了天下 如今奉命在黑暗中守卫着秦始皇 沿着用道继续前行 下一秒会被威恶的城门拦住 这是条极其狭窄的路 四周布满了机关陷阱 暗地里还有弩箭毒刺等待着闯入者 一便是摸金校尉 也休想活着逃出来 如果你运气爆棚 矫径穿过这里 接下来会被一扇数米高的大门挡住 推开后 整座地宫最奢侈最核心的区域 会暴露在你的面前 青铜柱的将军勇百丈多高 严阵一带矗立在正中央 抬头望去 霞光璀璨 金光绽放 原来顶层的天花板 竟然是宝石美玉嵌出来的 模仿九天星辰排布的规律 足以以假乱真 实践而上 硕大的青铜棺 静静放在汉白玉器的金台上 仿佛时间空间 在此刻全都停止了 而千古一帝嬴政就躺在里面 你现在看到的是考古人员 借助3D立体技术 呈现的秦皇陵真实样貌 在九层阁楼的四周 遍布大大小小亭台电宇 他们的样式完全照搬六国公式 和水银构建的江河湖海 形成了一张流动的江河设计图 而秦始皇的官国就屹立正中央 统一九州巡视天下 一若他生前那般威风 由于焚书坑儒的缘故 正史中关于始皇陵的记载 仅限于司马迁的这段话 穿三泉下铜而治果 功官百官 一怪喜藏满之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吉祥灌输 上句天文 下句地理 以人鱼膏为主 渡不灭者久矣 结合现有的线索 专家推测 那些神秘的建筑里 极有可能燃烧着传说中的人鱼灯 而秦帝国最宝贵的财富 是有八九九藏在青铜棺里 只可惜因为现代技术还不完善 国家一直暂停陵墓的挖掘工作 以至于后世眼中的秦帝国 沦为了暴政穷兵杀戮的象征 这里的百姓毫无情感 担心沦为征战生产的工具 而朝廷内部则是勾心斗角 岌岌可危 但与此同时就带来了一个矛盾点 这样内忧外患嗜血背信的国家 是如何扫清丢和席卷八荒的 直到2015年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原来考古人员无意间 在湖南里耶古镇的枯井里 画出了一大堆竹简史料 上面的字迹清晰完整 其中有大片的内容 连史学鼻祖司马迁都没有见过 经过破译居然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未成年保护法 随着这份竹简的问世 史学家们才猛然发现 原来我们被古人误导了两千多年 真正的秦始皇并非暴君 而是一代完人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竹简 乃是两千年前 秦国惯例亲自书写的史料 2015年 从湖南里耶古镇一口枯井中被挖出 经初步整理 共计三万六千枚在二十多万字中 涵盖了秦帝国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行军打仗 摇曳征伐 记录至详实 令人叹为观止 第一次看到秦简的时候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的那个自己啊 清晰如新 那个内容是丰富 新奇 丰富值得多 新奇值得这些内容 已经没看过 大家都感到那个十分震惊 那么当年司马迁都没有见到这些史料 突然一下子涌现到我们面前 那就是学术学当时可以说是奔走相告啊 关于他为何会出现在枯井中 史学界有过推测 秦朝末年天下动荡 各地叛军纷纷揭杆而起 向着关崖杀去 匆忙间 李耶古镇内乱成一片 听着门外传来的造反声 县令命令 手下急忙将官方文件全部销毁 奈何数量太大 最后索性直接倒入院内的水井中 也许是冥冥中自由天佑 两千年间发生了地质变化 这些竹简在泥江的保护下 幸运地躲过了岁月的侵蚀 当他们呈现在众人面前时 那个陌生又跌宕的大秦王朝 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原来所谓的官兵民反活不下去了 压根就是陈胜吴广等人捏造的谎言 众所周知 在司马迁的《史记陈社世家》一篇里 记载了戒竿而起斩目为兵的全过程 即使陈社等人因大雨误了摇曳的时辰 而按照秦律 所有人都会被事已急刑 但实际上在这堆竹简中 清楚地写明了 行军打仗时 若是遭遇不可抗拒的原因误了时辰 所有人均可以免于刑罚 即便是个人原因耽误了时间 也可以通过罚金或是用盔甲抵碎 由此可见 被后人骂了千年暴君的秦始皇 绝非嗜血无情之人 除此外 在礼业竹简中 还找到了另一份惊喜 这是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条例 秦人身高不足 一名二者免除军役 要知道秦帝国建立后 一直在大兴土墓 建长城 修陵墓 造离工 可即便人手如此短缺 朝廷依旧颁发了这条 颇具人性的制度 同样的在生产一栏中 还有类似的要求 春二月 禁止上山伐木 用细网狗鱼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这是典型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没想到我们的老祖宗 早在两千年前 便已经领绿了 随着竹简破译工作不断持续 专家们对始皇帝的认知 也在一次次发生颠覆 眼前的这份九九惩罚表 被西方造了足足六百多年 一得一 二二得四的算法 直到今天仍在沿用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 在最下面还出现了二半而一的记载 这意味着两千年间 华夏大地上便已经有了分数概念 而这些全都是史皇帝领导下创造的奇迹 因此有不少权威专家坚信 秦始皇帝宫内一定珍藏着足以惊艳世界的东西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